大家好 我是Kathy 今天來到旅程的第三天 我們現在來到阿蘇站 我們今早是坐9時11分的由紅本往阿蘇的九州環段特急 我們意想不到的是原來的車有很多人 我們最後要站一個多小時就來到這裡 雖然有點累的 但我覺得原路景色真的超級漂亮 很開心 很值得 我們今天會有幾個行程 希望可以去到達直升機騎到馬 以及可以去到看火山 廢話時光快點出閘吧 我們剛剛已經上了這架往阿蘇山的巴士 現在車是空到不得了 多人都在中間要開一張椅子出來坐 是五個一排 很誇張 我們坐了大概10-20分鐘的車程之後 現在就來到阿蘇火山博物館這個站 本身要坐到終點才下車 但發現這裡後面已經是騎馬的地方 我們現在去騎馬吧 下車位置大概走3分鐘便會到達 收費成人是一位1500日圓騎5分鐘 上馬後便會有人帶著馬匹前進 一望無際的大草原真是令人心曠神而加 走到一半馬匹突然停下來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沒錯 是一堆新鮮的東西 驚嚇完後便繼續前進 五分鐘的體驗便來到這裏 走一圈便回程 補充小資訊 其實阿蘇山不是只有一個山 其實它是說五座的火山群 形成一個地區就叫做阿蘇山 阿蘇山是指阿蘇五岳 包括根子岳、高岳、中岳、烏武紫岳 還有柱島鱷 我們剛才已經騎完馬 然後進來阿蘇霍山博物館裏 有一間cafe叫做Caster Coffee 我們就坐下來吃點東西休息一會兒 它的菜單其實沒甚麼選擇 只是熱狗、咖啡 但我自己不喜歡咖啡 還有炒飯、咖喱飯、雪糕、沙冰 價錢也算合理 我點了一個麵包 一個套是薯條 然後還有一杯蘋果汁 現在開始吃了 超級餓 正好味 很新鮮 這點很炸的 對 它等著等待十分鐘左右 但它全部食物都很新鮮 即是馬上做給你 做好一份份一份 然後才拿出來給客人 我覺得很好吃 不錯 好 剛才我們吃完東西 然後在阿蘇霍山博物館 坐回巴士 坐大概一兩分鐘左右 就會來到這個坐直升機的地方 超級期待的行程 我們賣票的位置就在前面 我們一齊過去看看吧 話說發生了一件突發的事 原來這裡的預約已經滿足了 但問題是現在只是一時鐘 他說我們所有預約 即是到三時已經完結了 所以是沒有位置 我們這樣說 糟糕怎麼辦 因為特地來到 沒理由不坐直升機 幸好前面有一個 懂得說中文的遊客 然後他就問過人 然後那些人就說 其實你可以去另一邊 還有動物園 其實我知道的 但那個人就要收一個入場費 就是二千六日圓 再加坐直升機的錢 所以就會貴一點 應該可以坐到 他也好過人 他說你跟我們 一起帶你上去 我真的非常感激他 真的很幸運 大家要留意一下 又要來一個更新 我們要去動物園那邊 因為我跟他說我們沒有車 他說你們沒有車 那不好了 不如我們給你這張飛機 3時10分要回到 因為他說30分鐘前 你一定要到達這裡 就是要確定你的人在這裡 好人給了他們那張飛 這張還要便宜一點 滑雪場 直升機不用給入場費 我超級好 我們真的很幸運 還有多謝你肯幫忙問 為了節省時間 就直接走上去 他說走十多分鐘就到了 平路也不是很難走的路 當是運動鞋動鞋 大約15分鐘後 就來到阿蘇山上廣場 這裡主要是乘坐巴士旺貨山口 巴士座位上都有紅本紅的圖案 超級可愛 我們坐了大約5分鐘後 巴士就上到阿蘇山口 首先第一項要留意 就是它的車已經寫明 2時25分有一輛車要下山 我們一定要乘坐那輛車 現在大概還有20分鐘左右的時間 就可以走 大家來之前 最好上去那個官網 看看它現在有沒有一些道路封了 就免得白走一趟 今天也很多人 而且天氣也超級好 我們現在快點把時間去看看 那些火山 Let's go 今天超好天啊 但這裡其實就不是很大 空間也比較少 所以很快就看得完 大概10多分鐘左右 第一個位置看到就是中岳火山口 它寫到是世界最活躍的火山之一 長期都會有些煙噴發出來 我覺得都很神奇 很霉著的火山 大家可以來看看 阿蘇中岳火山口 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破火山口 至今仍然有頻繁的火山活動 火山口煙霧尼漫十分夢幻 附近的地貌都很壯觀 很值得大家停下來欣賞 好 剛才我們就在這個阿蘇山上廣場 就走回來 大概三個字左右 就回到直升機的位置 你記得要在它所寫的半小時前 最好回來 然後就給它看 我要坐這個直升機 它就會跟你說 你在旁邊等一等就可以了 其實剛才走來的那段路 都不會很熱或很辛苦 天氣都可以的 現在就在等了 這裡很棒 現在時間3點左右 我們準備要坐直升機 超級期待 那一會就在這個位置坐 不過我沒得坐前面 因為有人已經選擇坐前面的位置 待會再拍給大家看 直升機體驗 一次可以容納三位乘客 飛行時間大概十分鐘 沿途會見到阿蘇山的地貌 有種以上帝時角 欣賞美景的感覺 沿途會見到老實話 目前我們要到達的程度 還是要跟老實話 你一定要等待 回到個星期經驗 我們下載的地方 我們下載的地方 放入友譽 但是quer我們下載的地方 帶來 可以 再給你 走 飛行 今天是阿蘇火山一日游的 就來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今天也做了三樣 我們想在阿蘇火山這裡做的事 包括騎馬 看火山口和直升機 我覺得今天非常幸運 首先今天天氣很好 非常好 完全沒有暈 下雨什麼都沒有 我們幸運有人把直升機交給我們 所以我們最後有機會乘到這裡的直升機 真的非常感激他 中庫來說也挺開心 而且很值得大家來這個一遊 不過我們有感想就是 下一次來最好是開車 因為巴士班前不太密 其實比較疏 如果對於預乘車的時候 現在已經4.3度 希望趕得及那輛JR 否則會有點麻煩 因為不知道如何回到紅本那邊 還有這個日本人真的非常熱情 就算他剛才在直升機那裡 他都已經做過很多次 他都很好地問我們 你是不是第一次來還是第二次來 然後我們跟他說 你這裡很美 他都說是非常感謝你過來 日本人的熱情態度 都令我們覺得非常之正 今天這個阿蘇山一遊之旅 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拜拜